请问熊出过人们的男主角是谁 光头强 回答了没毛病 第二个问题 忘了吃饭不干活的人 叫什么 那还有位 饭头 还好 最后一个问题 垃圾分类除了可回收垃圾 其他垃圾之外还有什么吗 有害垃圾 知识掌握得挺全面呀 可以回去等不及了 谢谢经理 下一个什么情况啊 下一位是我二代的孙女 她小时候喜欢数天大的星星 数了250年 没数过来 把自己手打了 你再照顾一下 我知道了 18颗星 22 别跑 35 80 鸭蛋 这大白天的数啥星星呢你 你胡说 你看 这种的星星都在那飘的 这都什么星星呀 这都是雨点 你快去打齐吧 那你告诉我答案 答案是光头墙 饭桶 有块垃圾 快去 我都要去 那你帮我打枪就行 哎呀 哎呀 哎呦 清清 你家这个空墙看的真不错 在哪买的 这是我在京都上买的 京都家店 实在好买手 超级新品 实在价 哎呦 这也太好了 让我跟我们家也买一个去 加一位 500克 有人 500克 一千颗 你是谁 问我 请问你父亲的名字叫什么 你光头墙 哈哈哈哈 那请问你母亲的名字叫什么呀 半途 哈哈哈哈 你一家人的名字真够奇葩的呀 最后一个题 你觉得我的名字叫什么 永恒 垃圾 你怎么乱说话呀你 经理 经理 你行行啊 翻嘴翻翻 哈哈 经理 经理 中国人 不新的名字叫什么 不新的名字 干归